世界百中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MEC澳洲流学网门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流行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你的第一首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我们今天的影片 我想要回答一个问题 因为常常很多人会问说 Kao 你对这个小孩子小朋友的教育 你是呈现怎么样的看法 首先我自己本身是 我很小就出国 然后自己留学 十三十四岁就出国了 所以在澳洲待了这个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网络什么 没有手机 所以 当然刚开始一定是会有一个 比较痛苦的这个转变周期 因为大家刚开始去一个新的地方 肯定会有一个culture shock 对不对 还有language barrier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周期的 那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 因为一般的家庭 要现在思考要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们 他要怎么选择 当然选择像直接把我这样子一个小孩子这样丢出去 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子 不是只有我 那个年代所有出国留学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没有那个什么 还有什么陪读妈妈 根本no way 没有任何这种概念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反正我们这一代大了 我们的小孩也都大了 也不是大了 就是小孩也是成长要出国读书了 这个年纪年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我这边有遇到有些家长们是很care 这个孩子的academics 他的学习成果的 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人呢 我通常我都会建议就是说 因为从国外的教育的角度来看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国外的教育的这个方式 是比较开放性的 那当然很多人是希望孩子们往这个医学系啊 或者律师法律啊 都是要拼这种 所以那个学分要拼得非常高的 所以小孩子也没有太多的抗拒 他就帮他安排读书啊 然后补习啊 很拼啊 甚至甚至有些的家长 我这个都没有对我错 我先这边讲一下 没有对我错 OK 有些家长带孩子出了国以后 一样 Same thing 他还是非常非常的拼academics OK 但有另外一批的人他们会希望就是说 就是要离开这种亚洲的这种天涯式的教育 然后好像大家每天都在拼 就没有自己的live的感觉 所以他希望让小孩子出国 更有一个空间发展的这个想法 所以出去国外的时候没有太多想法说一定要去拼什么 首服啊什么什么等等的啊 所以有两派的人 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对或错 那我今天呢 我基本上就是想要做一个自己的一个 呃 我自己看法啦 好 那这都没有对或错 那也没有 我也没有说我的这样子的看法是完全的是正确的 no 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一样 而且每一个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都有非常优秀的 好 anyway 啊 分享一下我的我对小孩子教育的看法吧 呃 首先我觉得 呃 每个孩子的出生必有他先天上天生的一个 呃 强项的地方 哦 你硬要去把他 我不喜欢花时间去 花太多的时间去补一个孩子他的弱项的 这个地方 当然同时啊 我们也要了解到就是说 呃 小孩子有时候还很小的时候也不能给他太多的选择性 因为他还是得学习 而且他在那个年代他在那个时间点是最好学的 但也不能overload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就是说我倒不会去很硬性的去呃 要求孩子们去一定要把这个学会那个学好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从国外回来的想这个 那个启发我的部分就是说我唯一要让孩子们能够在他学习这段时间能够取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能够懂得这个世界的呃这个整个运作的逻辑 然后如何去应用然后如何去找到更多的资讯然后如何去应用这些资讯能够自学然后再自己产生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作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 我会比较希望我孩子能够去呃学到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说我我第一我没有让我自己我自己女儿我没有让他说去呃呃补习补什么啦 我们唯一就是可能有些呃周末的时候可能就一堂课让他呃呃多呃recap一下呃学校的这个不管是什么科系啊是科学啊或是数学的部分 我们没有太要求太多那他只要自己能够有这个 irdecipline 呃知道说呃呃学校的作业等等的呃 啊要去完成他啊好 那至于他自己呃呃呃休业呃休业客业后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都是'encourage'啊 讓他自己有個空間 自己可以去 能夠自己的 透過自己先天喜好 然後去發展自己的能力 這是我比較看好的部分 因為你如果從 這個中小學一路到高中 你說實在你要把它培育到一個 真的有一個技術能力等等的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重點 因為本身就是把一些基礎弄好 到大學以後才去真正去選擇 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大概會比較傾向的模式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一直去推廣 建議很多的家長們和朋友們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他可能到 我都建議啦 三四年級 讀完三四年級後 他已經有一個中文的基礎了 所以中文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你就可以出國啦 出國是比較開放性的 因為西方世界的教育基本上就是 他會給你補你的強 而不是補你的弱 我很常跟我很多的客戶和朋友們講 你看在台灣 或是在亞洲大家想法是 你小孩子數學不好 聯絡部裡面 老師就會寫啦 你小孩子英文需要加強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 家長來說的話 你就會去補他 你就會補一些 一直在補弱的東西 這個不是太好的 像我女兒她從澳洲出生回來 她的最弱的部分是什麼 是中文 那當我們沒有一定要他變成中文變非常強 他只要能夠OKOK懂一點 他自然而然長大了 他會去看自己去學 然後自己會去查 那就OK了 那一樣啊 你在你在你在 如果你原本是在台灣成長的 在亞洲成長的 你中文到一個程度OK了 那你就可以出國 出國去有個好處就是 國外的教育 通常都是補強不是補弱 如果學校發現 你的強項是在科學 你的強項是在數理化學 你的強項是在藝術 他就會希望你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在國外很常 這個在澳洲或在 美式 歐式的教育都是這樣子 你從大概國中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叫你再選一些科系 OK 所以你那個時候很早 你就在選科系 那通常你在 亞洲的教育體系的話 你要到大學的時候在選 那些選啊 然後很多人到大學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要選什麼 因為他從小到大 什麼都學 什麼都補 不好 全都補 他補到後面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強項在哪裡 會迷失自己 相信身邊有很多這樣子的人 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說 國外就沒有這樣子的人 也是會有 但是國外會在很小的時候 就在培育自己的喜好 自己往自己的喜好裡面 因為你的直癌 只有一直在做你喜歡的東西 你才會不斷的晉升啊 你才會有那興趣繼續的 在你的領域裡面 自己的繼續往上升上去 往上磨上去 往上學習上去 Anyway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啦 所以沒有對沒有錯 每一種家庭 每一種想法都有 每一個家人出生 每一個人家庭背景 然後教育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那當然我們講到一個關鍵了 很多人都覺得 要留學要讀書是很重要 那我今天講到一個關鍵 跟這些都沒有關係 關鍵是什麼 我覺得家教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所有我們剛剛討論這所有東西 都還是起源於你原本的家教 所以在這邊呢 當然我不是專門做家庭教育的啦 但是呢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直癌裡面 20年來做留學移民 看到非常多的家庭 那我們也知道 這些不同的孩子們怎樣出來 怎麼樣的產生他現在的個性 也是跟他的家教有關係的 那當然歡迎大家 如果你有認識 專門做家 這個家教上面有 專門特長的朋友們 我也希望可以介紹給我 多認識一下 可能可以在這些更 更多的這些 為孩子們留學的家長們呢 可以給更多的information Anyway 歡迎大家 任何問題可以在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